说起公立月份 从西方传来的每个月并不是和中文里一样 简单的用数字来表示月份 每个月都有它的名字或者说一段故事 这些名称或者说所谓的公立都源自于古罗马的历法 公元前46年凯撒颁布儒略律 儒略就是凯撒的姓氏Julius的英译 而一年划分成12个月 每个月31天和30天大月小月交错 也就是1357911为大月 24681012为30天的小月 后来发现不够精确 所以在平年里在不吉利的二月中去掉一天 一月是以罗马神话中一位叫Janurarius的神来命名 因为他身有前后两副面孔 一副回望过去 一副眺望未来 所以人们选择他作为除旧迎新的第一个月 演变到现在就成了January 每年二月的时间里 罗马人用一种牛草制成的叫做Fiberi的鞭子 抽打不玉的妇女 以求怀孕生子 二月Fiberi由此而来 在这个月里 人们还要忏悔自己过去一年的罪过 祈求神明的饶恕 由于忏悔祭祀过程过于血腥 同时罗马处决犯人也在这个月 所以这个不吉利的二月天数逐渐减少 三月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士兵出征的时间 因为共和国初期 罗马还没有职业化的军团 士兵本来都是农民 战争需要时会变成士兵 因为农业生产的限制 出征时间也就被确定 所以人们就将战神的名字March 作为三月的名称 Apples是拉丁文化开的日子之一 罗马的四月正是大地回春鲜花出战的美好季节 英文四月April由此而来 Maius是罗马神话中女神玛雅的名字 掌管着春天和生命 五月May就是为了纪念她 Genius是众神之王Jupiter的妻子 掌管生育保护妇女 六月以她的名字命名 后来逐渐变成绝 那个家喻户晓的Julius凯撒大帝生在七月 他被政客乱刀刺死后 其势力很快复辟 他生前的下属亲性马克安东尼掌权后 用他的名字Julius来命名七月 然后变成了现在的July 而同为凯撒亲性的盖乌斯乌大维 本来是凯撒的外甥 经过一系列政治斗争和内战 清除了包括安东尼在内的所有政敌 实现了个人的独裁统治 成了公认的罗马帝国第一位皇帝 执政后 元老院在八月授予他奥古斯都的称号 意为神圣伟大 所以八月也就被乌大维命名为August 为了和凯撒齐名 他就从二月中也抽出一天放到八月 让八月也成为大月 九月到十二月分别是当时的拉丁文七道石 为什么是七道石与凯撒掌权时的一次修改相关 这里先不做赘述 而凯撒的奥古斯都这段历史时期 正是罗马从共和国变成帝国的阶段 接下来的两期故事 我们就来看看这段激荡的历史 从历史现象中体会民主与极权的关系 兴起于亚平津半岛的罗马 起初只是一个普通的王国 其控制的地区就是罗马古城的范围 公元前509年 统治世外被定义以暴君的塔克文 为革命推翻赶下王位 罗马共和国建立 摒弃古老僵化的国王制度 形成初步的共和体制 虽然最初的共和依然只是几个贵族家族掌权 但是在罗马平民积极的斗争之后 普通公民也逐渐获得了权利 他们可以设立平民议会 有机会担任高级官职 平民议会中选举产生的保民官 更是能够直接进入元老院 负责保护平民权利 不受贵族侵犯 除了国家危急时期 临时设立了独裁官的决议外 保民官拥有对国家一切决议的一票复决权 这就促进了罗马共和政体的不断完善 国家活力因为政治体制的改变而凸显出来 到了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中后期 罗马的政治权利一分为三 分别是执政官 公民大会和元老院 执政官由公民大会中的军人团体选举产生 该职位设置两人 任期一年 最初多为贵族独占 公元前366年起 两个执政官中的一人 必须从平民中选举产生 任期满后可以进入元老院 第二个公民大会 其执选是选举产生高级官吏 决定是否对外宣战 表决执政官提交的一切议案 但大会通过的所有议案 需经元老院的最后批准才能生效 第三个最大的权力机构就是元老院 大约由300多人组成 其成员主要是贵族 但后来卸任的执政官 以及上层平民亦可加入 元老院是最高权力和决策机构 总览行政 大会重结的职权均以元老院为准 元老院也是罗马共和政体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元老院的成员中也有保民官 财政官 监察官 司法官等 当然共和国政治体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但大体可以总结为以上三个机构 对国家权力的分摊 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竟然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政体 可以实现国家各个阶层之间的相互制衡 虽然权力向贵族有很大倾斜 但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同时在其他国家 一个阶层掌握绝对权力之后的壮大和腐化 最终导致国家快速衰弱的情况 同时罗马的权力中心也很重视宗教的作用 运用宗教的力量团结民众 让全国得以产生凝聚力 这一切都使得罗马能够拥有非常强大的军队 去征服和掠夺 毕竟在生产力不足的时代 经济资源如土地劳动力都很有限 要获得更好的生活只能靠战争掠夺别人的资源 强大的军事保证能力 同样促进了罗马共和国的强大 但还是要说明一点 与当今世界的共和国不同的是 这个国家的共和主要是贵族间的共和 普通民众权力有限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这个共和国的经济基石是奴隶 罗马共和国随着社会变革不断加深 法治逐渐健全的同时 国内的人口以及资源配置效率 相比于其他国家也更加高效 加上地处地中海的中间位置 让罗马成为整个地中海航运以及贸易的重要节点 拥有绝对的贸易主动权 奠定了他的经济力量 贸易节点的重要性 参考香港或者新加坡的崛起就能明白 在那个零和博弈的时代 所有经济优势 制度优势必然要转化成军事优势 以战养战 用战争掠罗来的资源 尤其是努力发展国家经济 进而支持自己军队的继续征伐 虽然共和国的战争有输有赢 但其版图还是开始了快速的扩张 随后与地中海上的强国加太基和马歇顿 分别进行了连年残酷的战争 并最终依靠经济实力将他们毁灭 确定了罗马在地中海的霸主地位 随后的马略改革 国家开始打造自己的职业化军团 代替了之前的公民兵制度 然后继续向东 灭掉了叙利亚和犹太国 占领耶路撒冷 直到公元前50年 凯撒向内陆挺进征服并占领高卢 差不多就是现在的法国全境 同时渡过莱茵和击败日耳曼人 跨过英吉利海峡 让罗马控制了不列颠大步 随后凯撒在罗马的内战中 顺便通病了整个埃及 自此整个地中海成为罗马自家的内湖 大半个欧洲也在罗马的统治之下 刚才说到了马略改革 这项改革的主要目的是 扩充兵源以适应共和国对外扩张 和占领国驻军的需要 同时也是为了安置 失去土地和家业的平民 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失业的平民呢 这正是罗马奴隶制的结果 长期的对外征战 让罗马获得了大量外族战俘作为的奴隶 奴隶供给的增加导致价格下降 奴隶当时只能被称之为财产或者商品 生杀大权掌握在奴隶主手中 即使某个罗马共鸣杀了别人的奴隶 罗马的法力指挥要求杀人者 按照奴隶价格赔偿奴障主 随着对外战争获得的奴隶增加 整个罗马共和国大半的经济活动 包括手工业 农业 矿业等生产工作 均是奴隶完成的 如此一来 平民的劳动力市场 彻底被不用支付报酬的奴隶市场击垮 使得国内贫富差距增大 土地兼并 无业失业的人数增加 保民官也无法阻止奴隶生意 在马略改革之前 为了保证军队的素质 一定阶层且拥有相当的财产的公民才能从军 且战争中武器自备 他们只在战争需要时才会成为军人 战争结束后立即成为普通公民 自己谋生 贫富分化让能达到从军资格 并能自行购买武器的公民人数越来越少 几次针对公民资格政策的改革失败以后 新的执政官 盖乌斯马略让征兵制改为木兵制 吸收失去土地的无业游民进入军队 服役时间至少为16年 训练新兵以及补充武器积养均由国家完成 国家承诺服役结束之后 给予占领国的土地 让退役的老兵衣食无忧 在那种时代 也只有罗马这样的经济实力 能负担职业化军队的开销 这一改革同时解决了 国内失业和军队不足的问题 同时也没有损害贵族和奴隶主的利益 但是所有的政策不可能没有弊端 这个政策损害的就是共和体制 职业化军团长期跟随将军 在远离国家中心的地方征战 士兵们很快就会出现 为之其降之NV 而不只有共和国的现象 这个在我讲到唐朝安史直乱中的节度史诗 也说过同样的话 虽然罗马军团不能在自己的边疆屯田耕作 军队将领也不能指挥生产 可是通过战争掠夺来的奴隶 却不可避免的成为军队将领 以及每个士兵发家致富的方法 这就让军团的财力实力增大 同时战争的胜利 也让在外征战的将领 获得人们的崇敬与爱戴 军人的势力也逐渐盖过 罗马权力的中心元老院 国内的平衡被打破 所以国家的内战也就不远了 只是与安史之乱不同的是 罗马的叛乱最终也没能被平定 叛乱的首领成了千古英雄 被世人传颂至今 公元前58年 在军人势力不断壮大的情况下 凯撒拉伦军事将领 庞培与另一位将军 赢得国内政治斗争之后 被公民大会以及元老院 授予总督职位 让他管理从现在的希腊到法国 除了意大利以外的地中海延安 在任总督期间 凯撒继续率领着他的职业化军团 向欧洲内陆进发 而此时 庞培作为罗马的最高执政官 治理并控制着罗马的权力中心 凯撒的职业化军团 拥有着统一制式的武器 能够排成整齐方阵 交替攻击敌人的罗马 重步兵军团是专业化的杀人机器 让那些内陆高卢部落的武士 无法招架 九年时间拿下了整个高卢地区 大致就是现在的法国全境 高卢战争中 泰安获取了不列颠和日耳曼的 大部分土地与人口 这一系列的战争 让凯撒在罗马获得了巨大的声望 同时获得的战俘作为奴隶 也让他和他的军队变得异常富裕 我们现在肯定也无法知道 凯撒当时有没有 崛起罗马最高权力的动机 但是元老院和昔日的政治同盟 庞培将军已经赶到了不安 很快元老院拉拢庞培 于公元前49年 向凯撒发出召还命令 命令凯撒放弃军团指挥权 回到罗马 凯撒没有服从 回信表示希望延长高卢总督任期 元老院断然拒绝 还发出元老院最终劝告 表示凯撒如果不立刻返回罗马 将宣布凯撒为国家敌人 此时对于凯撒来说 他面临的是人生中最艰难的抉择 是违抗元老院的意志 用他的财力与军队在拐辖去自立政权 还是返回罗马 听从元老院的发落 以体现自己的绝对忠诚 最终凯撒还是选择返回罗马 但让元老们没有想到的是 他是带着军队回去的 凯撒带着他的军团来到国境县 卢比孔河 罗马法律规定 没有元老院的命令 任何指挥官不可以 私自带着军队渡过卢比孔河 否则就是背叛罗马 但凯撒还是带着他的13军团渡过此河 渡河前 凯撒说出了那句流传后世的名言 头子也被治下 只能继续前进 凯撒的举动震动蓬佩以及元老院 他没有想到凯撒竟如此大胆 更没有想到他只带了一个军团 本来庞培和元老院控制的兵力多于凯撒 就算凯撒在高卢自立政权 实力也不如他们 但现在凯撒的13军团已经近在眼前 在外驻守的军团没有时间调回 临时招募的市井子弟根本没有战斗意志 一触击溃 完全不是征服过高卢的13军团的对手 其实凯撒手里有11个军团 每个军团满员5000到6000人 但凯撒只带了他最精锐的第13军团 因为较少了部队行军速度快 凯撒就是为了抢下这个时间差 快速冲进罗马 庞培与议员们也认识到自己的士兵 可能还没回到罗马 自己就已经被杀了 急忙带着家眷逃离罗马向南而去 于是凯撒并不续任地进入罗马 此时也有很多平民出身的元老院议员 留在罗马表示支持凯撒 坚持逃走的议员主要是贵族势力 这些剩余的元老院议员 在凯撒的要求下选举他为独裁官 在凯撒重兵控制的罗马城里 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如此一来 凯撒就可以以战争需要为由 调动整个罗马城里的财富去扩充力量 显然由于出城时的匆忙 庞培和元老院的那部分成员 并没有带走罗马的国库 凯撒占领罗马的同时 也切断了庞培与其在西班牙主力军团的联系 也让他原本的军队无法集结 在凯撒进入罗马的同时 其在高楼的其他军团也开始向意大利进发 挡住庞培的援军 庞培认识到自己没有足够有战斗能力的士兵 同时缺少金钱 所以从意大利南部乘船逃往希腊 在马西顿等地重新集结贵族势力的军队 在他登陆巴尔干半岛之后 逐渐获得意大利以东各兴盛以及贵族势力的支持 而凯撒由于缺少舰队 同时自己的力量还没有得到巩固 所以没有继续追击庞培 而是转向西侧对付庞培在西班牙的七个军团 这七个军团由于没有统一的指挥 很快溃败或者归降凯撒 再巩固了自己在意大利以期的势力 清除了庞培和贵族议员对这里的影响 同时打造了自己的舰队之后 凯撒挑选了自己征战多年的七个军团 避开庞培的舰队渡过亚德里亚海 登陆巴尔干半岛 虽然占有人数上的优势 但庞培知道凯撒的部队经验丰富 因而没有主动进攻凯撒的部队 而是尝试切断凯撒的补给线 显让后者的部队因饥饿而自动溃败 当凯撒一路追赶庞培的部队到迪亚奇拉姆时 以少数兵力构筑攻势似乎包围庞培 但是由于此地靠海 而且庞培又掌握制海权 凯撒无法切断庞培的补给线 相反自己是差点因为庞培的一次气息而负面 七个军团军招重创 简缘严重 此时双方的兵力对比已经有些悬殊了 凯撒不得不向巴尔干半岛的南部撤退 同时血性命令留守管理罗马的心腹大将 马克安东尼派出两个军团增援 本来庞培还是想采取消耗敌人补给的方式赢得胜利 但是跟随他的元老院贵族显然没有这样的耐心了 这些贵族可不会想着如何保留军队的实力 因为在他们眼里 庞培同样也是一个军阀 所以极力督促庞培追击 当凯撒与他的增援部队在法萨卢斯合并一处之后 其部的也被庞培赶上 共和国两个最强大势力的决战开始了 此时凯撒的一线作战部队有22000人 其中骑兵不足2000 而他面对的是庞培6万人的阵列 其中还有7000骑兵 但是庞培的部队大多是被招募不久的新兵 上一次迪尔拉齐乌姆的胜利之后有了一定的士气 而凯撒的军队都是多年以他征战四方的老兵 战斗一时 庞培就让他的重骑兵主力从他的右翼杀出 用常规方法准备让骑兵绕至凯撒侧后 崩溃其左翼 然后对他形成夹击之势 与此同时 凯撒的五个重步兵军团 开始向庞培的主阵线推进 虽然庞培的士兵经验不足 但依靠数量优势并未被凯撒的重步兵击垮 战线稳固 这时庞培的骑兵冲到了凯撒左翼 在几队弓箭手的剑鱼准备过后 与凯撒同在左翼的1000骑兵接战 当然数量处于劣势的凯撒骑兵 很快扛不住敌人的进攻开始后撤 就在这时 关键性的一幕出现 一支2000多重步兵组成的长毛队 突然出现在凯撒左翼 向庞培的骑兵发动进攻 这是凯撒的战前从各个军团里挑选的精锐 因为他早就料到庞培的骑兵会来绕他左翼 于是让这2000多重步兵埋伏在恰当的利点 在与凯撒的1000多轻骑兵接触之后 庞培的骑兵刚好丧失冲击力 被这2000长毛重步兵杀了个措手不及 很快折损上千 与此同时 方才后撤的凯撒骑兵再次向撤之骑兵发动反击 新任的庞培骑兵指挥官 显然应付不了这种情况了 惊慌失措随残步逃离战场 这样庞培又失去了他右翼的屏障 也损失了几乎全部机动力量 这时凯撒命令每个骑兵马背上 夹成一名轻步兵 直接冲向敌人战线右翼后侧 刚才绞杀骑兵的金瑞重步兵 也从敌人右侧展开进攻 而庞培中路于左侧的军队 已经与凯撒的主力接战无法抽身 所以此时 庞培的大军已经陷入正面 右侧后侧三个方向受敌的不利局面 不过由于数量庞大 庞培方的中央和右翼 仍然勉强保持住了队形继续战斗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 凯撒方还保留了最后两个军团的老兵 这两个军团替换先前接战的五个军团去后阵休息 老兵虽少 但疲劳度为零 反观庞培方的士兵早已疲惫 被战术细小高超的老兵方阵不断斩杀 就在他们苦于招架之时 刚刚经过休整的凯撒方五个军团士兵再度上场 迂回穿插到庞培方两侧和背后夹击 自此 庞培的军队再也招架不住了 左中右三军全盘崩溃 丧失斗志开始溃逃 大战结束凯撒损失一千两百人 庞培的部队却有一万五千人阵亡 很多都是死在逃亡途中 两万四千人被俘 残部也再也没能被组织起来 这种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军队 失去勇气就失去了全部 法萨卢斯一役 庞培和他代表的旧贵族势力基本覆灭 罗马境内再无可以和凯撒抗衡的势力 凯撒成为罗马共和国的实际最高统治者 战败之后 庞培逃往埃及 却被埃及的托罗密十三世所杀 追赶庞培来到埃及的凯撒 则在此遇到了埃及宴后 也就是被排挤的克里奥帕特拉七世 考虑到埃及的粮食和谷物 凯撒介入了埃及的内战 复制埃及宴后成为傀儡 由此通病了整个埃及 公元前46年 凯撒回到罗马 清除庞培遇挡之后 进行了长达十天的凯旋式 随后 凯撒以对立于贵族的姿态 代表平民展开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新增了100名元老院成员 这些成员均是罗马以外的 高楼人 凯尔特人 马西顿人等占领国人民 同时规定农场主 工厂主在使用奴隶的同时 也必须雇佣至少三分之一 奴隶数量的平民 作为有偿劳动力 同时兴建水利工程和道路等基础设施 基于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人民 罗马公民权 最后在罗马城兴建了一系列广场 和神庙加强人民团结 也宣布自己成为终身独裁官 这一系列举措 无疑在很大程度上 缓和了贫富分化 增加了就业率 缓和了占领区与中央的矛盾 虽然是独裁者 但他显然是以平民阶层的利益为主 而这些政策在共和制元老院的会议上 是绝对不会被通过的 因为这些激进的举措 当然严重损毁了奴隶主和贵族的利益 原来元老院议员的权力被稀释 雇佣平民也导致生产成本被强行增加 过于激进的改革 必然招致记恨和反抗 公元前44年3月15日 在一次元老院的典礼上 以盖乌斯卡西乌斯 马克斯布鲁图斯 德基摩斯布鲁图斯为首的60名议员 以维护共和制为口号 向凯撒围拢过来伸出匕首 一时间凯撒脖颈 面部手臂取杆身中23刀 倒在庞培的塑像下 以最后一口气将面罩抚面 然后弃绝身亡 凯撒死了 罗马的这段故事却并没有结束 凯撒的时代 独裁的政体已经初步确立 那么谁又将成为新时代的主人 罗马又会迎来怎样的变化 文明的长河最后会流向何方 下期再说 继续关注吧 盖乌斯乌大威 图里努斯 父亲是马其顿总督 母亲是凯撒的外甥女 父母应该属于政治联姻 乌大威也算是身世显赫 不过在他四岁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 后来凯撒领养了乌大威 根据苏埃托尼乌斯撰写的 《罗马十二皇帝传》中的描述 乌大威的长相异常英俊 身材匀称优美 性情温和几乎没有情绪 所以后来作为政敌的安东尼 就宣称乌大威是因为 其长相诱人 首先成为了凯撒的鸾童 相当于是性奴 讨得凯撒欢心之后 才成为凯撒的养子 和指定的财产继承人 当然2000年前的事情 现在也无法考证了 不过乌大威同样 从小库外阅读 了解历史 认真轻勉的学习了 演说术 人文科学 积累了丰富的学识 但是性格略想孤僻 也许从小的骨骼精气 就被凯撒发现 于是凯撒在遗嘱中 指明乌大威将 是自己的继承人 凯撒也让他 在与庞培的内战期间 担任过一年的骑兵队长 然后被送到 马其顿的阿波罗尼亚 去接受教育和军事训练 总之 这也就是精英阶层的教育模式 从小看书 少年留学 看多了罗马统治层的内幕 心里也变得老成内敛 不过孤僻的性格 可能也让少年的他 免于人际烦扰 可以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 去思考权力之间的问题 当然 一个人的思考多了 就会不由的 想把自己思考的结果 用于实践 心中也就燃起了 对权力的欲望 公元前44年 凯撒遇刺 此时的乌大威 还在阿波罗尼亚的 罗马军团里接受训练 得到消息后 立刻启程返回罗马 因为他与凯撒的关系 其亲属担心 乌大威会被元老院的 势力除掉 但是乌大威没有选择逃避 此时他看到了 更多的应该是机会 当前凯撒死了 接下去的并不是 权力的更替 而是政治的真空 因为刺杀凯撒的 旧贵族势力 在罗马已经是江河日下 这正是他从政的绝好机会 但是要说明的是 此时的乌大威 年仅18岁 虽然由于时代的原因 罗马人的平均寿命 只有20岁左右 除去出生后 不久就夭着的婴儿 平均寿命也至于29岁 但是能够从政的贵族阶级 平均寿命全能达到70岁 所以当前的乌大威 还是显得年龄太小 后面的故事 也确实如乌大威所料 根据记载 在凯撒死后 刺杀凯撒的元老 和他的随从挥舞匕首 奔向大街小巷 呼喊暴君以死 罗马自由等口号 可是预期的 全民欢呼场景 并没有出现 罗马城立刻弥漫了 恐怖的气氛 一片沉默 很多人跑回家中 收紧门窗 毕竟很多自由人和公民 是因为凯撒的政策 才得到工作的 而且内战结束以后 人们希望的 就是那种安定的生活 当前能稳定 罗马的力量没有了 这样的消息 带给人们的只有惊恐 如此一来 贵族元老们 当然不会得到 公民大会 以及执政官的支持 其实刺杀凯撒的团体 大都是原来的中间派 以及内战中 归降凯撒的元老 在凯撒激进的改革之后 再次秘密站到了 凯撒的对立面 毕竟领头的 马克思布鲁图斯 是凯撒遗嘱里 和安东尼一起 作为他的第二继承人 以他为首的刺杀行动 确实没有被凯撒撂到 虽然这群人 经过缜密的计划 行动成功 但他们显然没有 想明白也不愿相信 旧贵族的共和 已经不再适应 庞大的罗马 因为这些贵族 基本上就是罗马 扩张之前 共和国建立者的后代 他们当然不能代表 现在幅远辽阔 仍旧可以调动凯撒的军队 逃出罗马的安东尼 得知共和派 并未得到罗马民众的 绝对支持之后 开始联系聚集 罗马城内的 各部军事力量 手卧兵权再次 站到了元老们面前 明确表示 如果宣布凯撒为暴君 那么他生前的政令 将全部失效 而当前很多元老议员的 职位军是凯撒所设 如果彻底否决凯撒 在座的各位职位也将丢失 谈判的结果是 作为行刺的犯罪行为 不再追究 照告罗马凯撒意外死亡 同时为凯撒举行国葬 但是安东尼显然盘算好了 如何利用明星所向 在被全民关注的葬礼当中 安东尼在宣读道次时 同时拿出了凯撒 遇刺时被鲜血浸透的官袍 告诉了人们凯撒的死音 用他从小研习的雄辩术 结合嘶哑的嗓音 竭力感动台赛的听众 随后他宣读了凯撒的遗嘱 其中有一条是 凯撒吩咐 从自己的财产中 提出四分之一 给罗马最贫苦的公民 同时把自己在台博 和对面的一个公园献出来 供给罗马公民游览 如此一来 民众被彻底点燃 当天就有民众聚集 打砸贵族元老的宅邸大门 共和派的议员 无奈陆续逃出罗马 当乌大维回到罗马时 时局已经完全被安东尼掌控 不过凯撒的遗嘱 已经被世人知晓 乌大维是凯撒的继承人 可以继承凯撒的全部财产 并将其中的四分之一接济穷人 可是凯撒的所有遗产军团 以及国库 此时掌握在安东尼手中 而乌大维只是一个 18岁的贵族孩子 安东尼当然什么都不会给他 他唯一拥有的就是 凯撒赋予他的继承人身份 但是他却把这一身份 用到了极致 回到罗马后 在友人的帮助下 开始公开演讲 极力宣扬自己的这一身份 反复强调自己是凯撒的儿子 并改名为盖乌斯 尤里乌斯 凯撒乌大维 即使因为安东尼的原因 他没有得到凯撒的财产 但那还是用自己家族的财富 向人民兑现了凯撒 关于分享四分之一财产的承诺 笼络人心的同时 宣告了自己身份的合法性 同时也放出了安东尼 霸占凯撒财产的舆论 再加上安东尼在凯撒集团里 因为个人道德腐化招致反对 所以乌大维加一笼络 就得到了部分凯撒军队的追随 为了赢得安全的发展环境 乌大维在得到足够的支持以后 带着他的亲信离开罗马 向意大利南部而去 用两倍的年享招募刚退役的老兵 很快集结了三千老兵 毕竟穆兵制的时代 士兵只认钱和土地 并没有太强的归属感 乌大维花费的是自己贵族的家业 在离开罗马之前 他几乎将家中的财产 甚至父母留下的宅邸全部排卖 他深知军事力量的重要性 以及军队个人主义泛滥 重金赏赐之下 甚至策反了两个安东尼的军团 当其潜力逐渐展露之后 意大利的财阀也开始了对他的资助 显然有政治野心的乌大维 对个人财产兴趣不大 可以保持冷静思考 不为个人利益诱惑 但此时安东尼对乌大维 还是具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 而且乌大维没有任何政治地位 私自建立雇佣军 也是触犯了罗马的死罪 可是由于人民对乌大维的拥护 以及凯撒继承人的身份 即使作为执政官的安东尼 宣布乌大维是国家公敌 一案也被元老院的保命官一票否决 而此时德西姆斯布鲁图斯 在南高楼形成军事存在 威胁到了安东尼对高楼的控制 所以安东尼还无法调动 原来凯撒的军队去剿灭乌大维 这也就让乌大维得以逐渐壮大 与此同时 罗马的元老院里 以西塞罗为首的共和派势力依旧强大 安东尼作为执政官且掌握兵权 在多数贵族元老院里 安东尼仍旧是共和国最大的敌人 而乌大维看到这一形势之后 作为凯撒后裔 竟然率不加入西塞罗的共和派 同时还为元老院授予议员职位 即使乌大维此时离担任元老院议员的法定年龄还差十年 他本来不合法的军队也得到了承认 毕竟元老院也会做权衡 两害相权取其轻 通过支持乌大维可以得到凯撒老兵的支持 瓦解安东尼的力量 同时可以达到分化凯撒势力的目的 很快元老院宣布安东尼为国家公敌 任命西尔提·潘萨为新的执政官 此时安东尼还在与德契姆斯·布鲁图斯 在南高卢争夺控制权 武大威与两位执政官组成联军 持员布鲁图斯 在穆提纳夹击安东尼 安东尼父辈受敌寡不敌众 被击败后逃往阿尔卑斯山区 逃亡过程中 他的部队经历了各种不幸和困难 不过他带头喝脏水吃野果 凝聚了士气稳定了军心 力量仍然存在 不过战争中指挥元老院军队的 两名执政官战死 身为元老院议员的乌大威 迅速掌握了元老院的军队 并再次向士兵许诺了十倍年享的奖金 因为元老院的军队 同样是之前凯撒的旧部 对于这些士兵来说 战斗结束 原来指挥自己的执政官身亡 接受乌大威的指挥就没有什么障碍 同时共和派领导在战役 直出向士兵许诺的款项也没有发到手 所以对于乌大威来说 穆提纳战役不仅实现了 防止安东尼一家独大的目的 这两位执政官的身亡机缘巧合 也促成了乌大威对军队的绝对控制 所以后世就相当怀疑 两位共和国执政官在战场上的死 是否就和看上去一样简单 随后他和凯撒一样 率领他的军队渡过卢比控和回到罗马 而这次他带着八个军团 五万余人 防卫共和国的三个军团没有选择抵抗 由于两位执政官的战死需要新的执政官 当乌大威的士兵进入元老院的会议室之后 19岁的乌大威就成了罗马历史上最年轻的执政官 通过暴力手段震慑元老院的权威 当他当上执政官的第一件事就是 打开国库实现他的军人的取诺 然后派出他的部分军团 北上与安东尼继续对峙 紧接着立刻宣布刺杀凯撒的共和派成员犯谋杀罪成为国家罪犯 此时元老院才意识到这个孩子不是他们可以利用的傀儡 而是被乌大威利用成就了其合法地位并获得了力量 可以看到乌大威没有什么政治倾向 也没有自己的派别 他并不代表凯撒与党也不维护元老院 一切行为只为削弱其他所有势力同时壮大自己 可是贵族们认识到这一点是 乌大威已经掌握了罗马权力的中心 不过故事还没有结束 沙斯凯撒的主导者 也就是以布鲁图斯卡西乌斯为首的共和派 一路向东逃到共和国的最东边土耳其 在富饶的东方土地上开始发展壮大 毕竟他们是共和国最老资历的家族后代 在充足的粮食资金支持下 他们发展出17个军团 至少10万步兵以及17000骑兵 开始向罗马进发 而此时乌大威一半的部队还在北边抵御安东尼 只能集结5个军团迎敌 虽然当年凯撒可以一少生多 那也是在敌人都是新兵的情况下 而这次过来的是多年来为共和国 向东开拓边疆的职业军人 与此同时 安东尼在阿尔卑斯山北侧 与另一位凯撒的旧部雷毕达合并一处 整编出10个军团 1万骑兵也准备突破乌大威的防线 这时的情况对乌大威来说无一是绝境 不过年轻的乌大威没有表现绝望 经过冷静的思考之后 他又让自己成为凯撒派的代表主动北上 翻过山巒向安东尼求和 因为来自东边的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 是坚定的甚至有些迂腐的共和派代表 乌大威和安东尼的势力 都是这只力量要剿灭的目标 于是乌大威引安东尼再次秘密联合 与雷毕达三人结成三头同盟 由于庞大的部队集结不可能掩人耳目 将包括西赛楼在内的共和派势力全部杀掉 确保罗马城内不会有布鲁图斯的内应 亲共和派的元老议员 地方官员以及贵族财阀被屠杀2000多人 这些巨富死后财产全部被乌大威和安东尼夺走 作为庞大军队的开销 然后两军集结19个军团和33000名骑兵开始向东进发 由于前期残忍的保密工作 共和派直到两军接触才看清了双方的兵力对比 此时已经无法避战 战斗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于乌大威经验不足 布鲁图斯击败了乌大威的部队 让他损失了18000人 乌大威本人由于不在军中侥幸逃脱 战线另一侧 安东尼先对卡西乌斯的良道进行洗扰 分散了敌人的兵力 然后安东尼抓住战机攻破了卡西乌斯的阵线 虽然卡西乌斯只损失了9000多人 可是他惊慌之中观察战局失误 以为布鲁图斯也被击垮 他本来就知道几方兵力处于劣势很难获胜 错误的情报使他丧失所有希望于是自杀 当布鲁图斯赶到之后已经太晚了 严重影响了共和军的士气 由于安东尼和乌大威的海上补给线被切断 第二次决战很快爆发 战斗之处 布鲁图斯将兵力击中于右侧 将乌大威的部队打得节节败退 但是他的左翼遭到了安东尼的强力冲击 左右两侧无法同时推进导致战线脱节 此时安东尼的骑兵看重时机冲入脱节的缺口处 导致共和军全军溃败 布鲁图斯自杀 战斗结束后 乌大威处决了所有投降的共和派将领 共和制最后的希望彻底覆灭 大战胜利之后 三头同盟瓜分了罗马 意大利以西包括罗马成在乌大威手中 富饶的东方包括埃及属于安东尼 雷毕达获得北非 随后安东尼将安置军队的麻烦丢给了乌大威 毕竟上次的决战战功荣誉和归降的士兵都是安东尼的 其话语权更大 安置士兵需要征用土地 而这些土地需要从罗马功名手中强征 面对矛盾 乌大威坚决地站在军人这边 强行推行安置政策 不惜武力镇压平民的反抗 甚至与当时的执政官发生军事冲突 不过乌大威最终获胜 他明白维护军人的利益 争取军人的支持在战乱年代绝对是正确的选择 政策推行后 乌大威同样铲除了所有一级官员 在之后的三头同盟统治时期 国内还爆发过各种叛乱和旧势力复辟 最严重的一次是 蓬佩救部海军攻击商业航道造成罗马的饥荒 虽然三头同盟之间矛盾不小 不过他们还是因为共同的利益联合起来抗击敌人 当同盟之外的敌人被肃清之后 乌大威开始转换执政理念 不再武力治国而是维护平民的利益 减轻赋税兴建基础设施和神妙 因为他知道接下来的斗争需要民意支持 同时大肆宣传自己击败蓬佩与党的舰队和海盗 解除意大利的粮食危机 逐渐塑造自己人民拯救者的形象 公元前33年 三头同盟之一的雷毕达归降吴大威 随着共和派的彻底覆灭 三头同盟瓦解 罗马的东西对峙开始了 史聊记载中的安东尼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在危急的战争中 他总是能坚毅果决地判断战机 欲是行事险恶欲能克敌制胜 所以他能赢得一场又一场战斗的胜利 也能和士兵同甘共苦深受爱戴 可是在安逸的环境中便无法自持 沉迷享乐哪有建树 大权在卧室对国家的治理 以及个人形象的建设非常差 在与布鲁图塞的决战之后 安东尼到东方筹集钱财并出征帕提亚 但战争期间他却迷恋上了埃及女王 严重败坏了其政治影响 在拥有绝对军事优势的情况下 几次丧失战机造成部队折损 同时在发行的罗马货币上 印上了埃及艳后 并著名他是众神之王 严重挑战了罗马的宗教权威 同时他还对希腊等国下放了很多自治权 其实也有说法是 安东尼的这些行为是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和治理成本 但这些行为经过多次加工宣传 就成了叛国行为 也成为乌大威向其发动战争的借口 毕竟对东方附属国的放权让意大利对东方希腊 以及埃及等地的征税能力下降 意大利公民的富裕最主要靠的就是东方的税收 所以罗马的权贵开始倒向乌大威 东方的很多财阀也开始向乌大威叛逃 大战之前 安东尼的部队虽然庞大但气势低迷 几次与乌大威的小规模陆上战役均遭失败 公元前31年9月2日 安东尼300艘战舰组成的舰队 欲北上寻求希腊的支持 被吴大威率领的400艘战舰在亚克星角拦截 技术升级的罗马战舰可以充分利用战舰锁定工具 将笨重的埃及战舰勾住 然后让罗马步兵可以冲上敌人的战舰 发挥步兵方阵的优势斩杀敌人水平 很快 安东尼舰队左翼崩溃 预备队首先逃离 其余战舰舰失去组织开始溃逃 最终基本全军覆没 吴大威带领8万步兵 12万骑兵登上埃及亚里山大岗 安东尼和埃及延后自杀 多年的内战让罗马几乎成了没有法律的国家 但罗马人民也并不准备接受一个专制君主 所以吴大威在前28年解散了他的军队 表示还政于民 却组建了维持治安的军卫军 并被元老院授予西班牙高路叙利亚的统治权 前27年元老院授予其奥古斯都的称号 随后成为所谓的第一公民 拥有了绝对的权利 这一切的过程非常顺利 毕竟这是被吴大威清洗过多次的元老院 只会服从 虽然奥古斯都夺取政权的过程非常鬼谋血腥 也获得了近乎绝对的权利 但在这之后 他也给了罗马40年的和平与繁荣 经济持续增长 他建立了常备军和禁卫军 也保证了罗马的秩序和稳定 在这之后 罗马帝国对地中海的统治又延续了400年 随后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 476年 西罗马帝国被欧洲的民族打掀起吞没 而东罗马帝国又延续了1000年 在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灭掉 公平和效率是统治的主题 但这二者本身却总是对立的 罗马还是一个小国使 公民的意见通过共和制度 可以很快的收集起来让大家表决 所以从王政时代 牺牲一定的行政效率 过渡到有限的共和还算容易 但是当共和国日益庞大之后 要协调的地区以及人口成倍扩大 让所有人为自己发生在技术上 成为例件不可能的事情 也就是国家的信息通过共和制度 已经不能汇总 共和国后期真正能够参加决议的 其实是罗马人口的极少数 即使是所谓的公民 也只占到罗马人口的10% 决策者的利益并不能代表国家的利益 国家的矛盾就此产生 罗马才陷入了血腥的内战 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如果所有决策都是全民完成的 全体人民的决策就是正确的吗 我们回想一下 两单一新工程立项的时候 是50年代 人民的温饱尚未解决 高铁项目的规划是在80年代 那时候拥有自行车的人也很稀罕 通信基站的布局 更是在手机还是百倍工资的时候 更别说一系列建国之初 就在推进的那些普通人 根本看不懂的科学工程 这些决策真的交给全民表决 会得到通过吗 在普通人眼里永远有贫困人口 永远有吃不饱的人 所以这些有了没的事情 就不应该去做 虽然粒子极端 但我们也要明白 群众当中有智慧 但不是所有群众都有智慧 毕竟普通过体的知识 以及获取信息的能力有限 而决策需要的就是信息的支持 将信息充分整合之后 就能获得相对正确的结论 所以极权就是统治者 将自己变成一个信息的最终节点 用充足的信息与知识 去支持自己的决策 同时也能加快决策速度 当然极权也有弊端 决策者个人的不稳定 会造成国家的不稳定 所以权力集中的同时 保证社会每个阶层 都能向决策者发出新声 社会的意见和建议能够汇总 让有价值的信息更高效地流动 同时保证决策机构的 稳定高效运行 社会就能获得健康的发展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